有些人願意花個幾百萬去買個名車 有的人更是大手筆幾百萬去買個車牌 台南監理所車牌競標 其中AMG8888這一塊6000塊錢起標 現在已經標破了350萬了 可以買我的車買好幾台了 標出天價 因為AMG跟德國知名車廠的頂級改裝廠同名 很多同廠牌的車主不惜重金 都要把它給標下來 88884個號碼 加上前方這AMG競標車牌標出天價 寒價到350萬 目前大概有將近560位的民眾參加競標 350萬的車牌底價6000 已經出價62次 標到天價除了吉利數字8888 其實重點是AMG 德國知名廠牌合併為 一間他們御用的改裝品牌這樣子 然後AMG代表的是一種性能 運動性 然後還有品質的表徵 AMG其實是車子原廠專屬的 改裝部門 有掛AMG的車子不但動力較高 空力耗見也不一樣 AMG這個車牌 如果他花那麼多錢去選的話 他不可能會掛在 假設說他牌的品牌的車上面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車牌 排賣會也有超貴車牌 一張只有一個數字的1 創下記錄 賣出價格大約2.18億台幣 堪稱史上最貴 事實上台灣曾書現黃金車牌 一共6個8的車牌賣出358萬 結果是掛載60萬的平價國產車 不過AMG8888的車牌 是否有民眾真的得標 並且完成繳費 百萬天價車牌到誰手中 已經在愛車組裡引發熱烈討論 記者蔡雙喜联人兵業 也安城區小組 台中高雄綜合報導